专业小组研判 这死者夫妻的死 应该跟她的儿子林清月有关系 为什么呢 第一 林清月她没有工作 据说还结交了一群酒肉朋友 每天都是茶来伸手 饭来张口 让夫妻俩非常地伤脑心 二来 在命案的现场 每一个激震都直指林清月 应该跟她父母的死脱不了关系 而且在案发之后 林清月跟她那一群 所谓的狐群狗党全都失联了 要怎么找人呢 专业小组想到了一个方法 他们透过了媒体发布了消息 他们说发生了一起强盗杀人爱 希望死者夫妻俩 唯一的毒死林清月赶快回来 协助家里清点财物 希望借由这个新闻的发布 能够降低林清月她的戒心 有用吗 没想到就在新闻发布的隔天 林清月真的打了通电话 给她的舅舅 林清月她真的会回家 帮忙处理她父母亲的后事吗 后面这个部分是厨房 对 和那个饭桌的部分 这个地方是所有会有这个地方 你应该看到没有 在这个地方 这个门框旁边有血 你会发现那个血痕 手掌印的血 血掌印都在集中在下方 因为他是趴在地上 他要挣扎地想往外跑 林口双生命案现场的斑斑斜点 每一个血痕都在控诉着歹徒的凶财 他们要逃命 他们要求结 那所以说警方当下去研判 说你今天如果会出手那么重 而且一次同时应付两个人 对付两个人 绝对不可能是一人所为 你至少让两人离伤才有办法 而且那个谁 那个林口的身材基本上比较贵 因为他做中破筛嘛 他身材算蛮贵 这是专案小组的研判 行凶歹徒的人数应该不少 屋子里的血痕 阻影也证实了这一点 但究竟是谁 第一时间其实我们那时候 想法里面可能是跟邻居有关 然后因为人数也不少 所以刚好邻居也有一群人 住在他们家里面 那你弟弟他们这个同学 会不会常来你家 会 跟你爸爸妈妈也很熟悉吗 熟悉度还好 因为爸爸妈妈蛮疼弟弟的 他是阿朔的大女儿 是林轻略同父异母的姐姐 她说爸妈对于弟弟很疼爱 弟弟有几个要好的朋友 总会带回家里来 交友有点复杂 经常带一些朋友 男男女女在他家 就吵吵闹闹闹 就是类似唱唱歌 喝喝酒这样子 就是说他有几个朋友 都跟他 有时候都住在他们家 然后吃他们家用他们家的 他不喜欢这样子 所以说他邻居是讲说 其实他爸爸对他管教是蔓延的 有时候打骂教育都有 但是小孩子蛮懒惰 叫他去帮忙 有时候都不帮忙 这些都是亲友们的观察 死者夫妻俩对于唯一的儿子 有很深的期望 爱之声当然责之切 现在命案现场的所有激震 都直指林清月跟他的那些朋友 有极大的可能 跟阿淑夫妻俩的死有关 父母亲是亲生的那个父母亲 一般来说 不至于下这么大的众手 一定有 一定有对他很不满怎么样 才会对他施营那么多的那个 砍杀他就代表恨 但是以父母教导小孩子 也不至于会产生那么大的那个 世青这是多严厉的指控 问题是案发后林清月就下落不明 现阶段他是整起案件 最重要的关系人 警方急着要找他出面 厘清案情 但是该怎么找 吴清 吴 吴芬局长 他也蛮有知识的 他利用媒体 说家里要处理后事 找不到 找不到林清月 请林清月如果 真的得到这个消息 赶快回来处理后事 这是警方的计划 希望林清月看到新闻后 会主动联系返家 没多久 林清月果然打了电话回来 他隔天要打电话给他舅舅 那他就有通知警方 那警方就将计就计 刚才讲说 家里发生事情了 有可能是强盗杀人 有可能竟然想东西 那他既然住在那里面 那你要不要回来看一下 家里到底有损失什么东西 他也真的就回来了 林清月回来了 他带着女友以及好友阿哲 一行四个人搭着寄人车回家了 当时候他们在警方的陪同下 来到了警察局 面对询问 他们通通都说不知情 都不承认 他也是很镇定 你看不出来的时候 有时候紧张怎么样 我们这样讲到他爸妈被杀了 很异常 就是你如果亲近 你也觉得很悲伤怎么样 他都不会 面对父母遭杀害 林清月情绪淡定 问他这几天去了哪 怎么不在家 他这样回答 金山白沙湾那边 我说去沙滩玩 他们几个都有去 四五个都有去 几个年轻人说法通通一样 都说出去玩了 他们自认这样的说辞万无一失 因为这就是他们的不在场证明 但是他们不知道的是 关键证据都在他们身上 当时候见识人员对林清月 这一伙人进行采验 除了采集鞋印足印外 最重要的就是他们的双手 现场相当的残忍的手段 所以说照理讲 他血迹应该喷得满身都是 所以说势必凶手 一定在现场会沾到很多的血迹 那我们说血迹 因为他已经离开现场 他有清理过 但是我们的研判 他的指甲缝里面再怎么清洗 应该还会有所残留的 采正用的棉棒 擦拭过这几个人的指甲缝 递上试剂的瞬间 林清月他们知道 再多的辩解 都没有用了 就如同我们说的 他颜色变了 他知道他的手上有沾在血迹 他自己很清楚 他手有沾在血迹 那他没有办法自言其说是这样 他就传认 其实就案子杀桌 你去你爸妈 本上的时候是要杀桌嗎 你找一下你 你杀你爸妈动机好吗 没有 你这个预模多久了 你讲一下好不好 好 林清月招任了 她说没错 就是她杀死了自己的父母亲 她说因为她基于父母亲的家产 保险金 还有父母亲在死后搬离丧事的电影 所以她才会伙同她的朋友 计划杀人 大家看看这是林清月当时 落网时候的画面 面对记者所有的提问 她都是这个表情 她不像是其他人 会遮头 会遮脸 害怕曝光 林清月她把自己的头抬得高高的 一副都不觉得自己有错的样子 而成为现场模拟的时候 林清月默然地神情 让亲友实在忍不住气地 上前去追打她 亲友我们说 林清月的爸爸对她有很高的期望 妈妈对她更是溺爱 吃喝玩乐 从来没有让林清月缺过 但是林清月却说 她对父母亲是有怨有恨的 寄予他们家产 甚至他们还拟定了 A计划B计划 从制造假车祸 下药 再到持刀砍杀 这一期的计划 他们老早通通都安排好了 你去你爸妈粉上下巴妈 我讲一下你 你杀你爸妈动机 林清月坦诚了 沿途她在内 她的好友十九岁的阿哲 二十岁的女友九九 还有甘姐二十岁的阿如 以及十九岁的刘姓少女 跟一名未成年的酌性少女 他们就是杀害阿树 夫妻良的凶嫌 最后睡不觉的时候 我变得很压抑 哇 怎么会是她 眼前两男四女六名嫌犯 年纪最大的只有二十岁 他们看起来就跟一般 时下年轻人没有不同 但是在他们手上 却是两条人命 被逮后每个人头都低到 不能再低 唯独林清月她没有 最后她抬脚 而且面无表情 就是很奇怪的小孩子 怎么那么很冷血的样子 为什么要杀你父母 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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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要杀 为什么要杀你父母 你还可以一眼讨论吗 你还可以一眼讨论吗 为什么一眼讨论 为什么一眼讨论 警方宣布破案的第一时间 大批媒体用进了警察局 大家都想问林清月 为什么杀爸妈 听见了吗 这是林清月的回答 你还可以一眼讨论吗 面对记者的询问 他只回了一句 你再看一眼讨论吗 是你爸先打你还是怎么样 对啊 那你的朋友 为什么也一起动手 拿到 你们是从二楼一路追上 他追上下来是不是 对啊 去找我朋友 我去看他 那你们总共有几个人动手 两个人啊 你跟苏燕子 对啊 坐在警车上的林清月 表情漠然 他回答的每一字每一句 都像是在讲别人家的事一样 这样的态度看在亲友眼里 当然无法接受 从右边下来 全部前后边下来 他后面走啦 我去那边走啦 好了 走 好了 回来 回来 林清月跟阿哲在警方的压戒下 回到了病案现场进行模拟 一看到林清月气愤的家属 立刻冲上前 他们大声喊着 要林清月跪着进家门 毕竟事情最行 天理难用 好不容易进到了林家屋宅 模拟才能进行 但看看林清月在现场的表情 他看着父母倒地不起的现场 地上还残留着斑斑血迹 而墙壁上的日历 还停留在案发那一天 这现场的每一个场景 都在提醒了林清月 他首认父母的事实 但是他的表情依旧看不出 任何情绪起伏 面对生他养他19年的父母 他怎么会痛下毒手 警察问他说你为什么要杀人 杀了自己父母亲 因为他的讲法很简单 那些遗产 我爸妈保险 基本上就是归物我的 他们死了以后这些东西给我 所以我才把父母杀 其实阿淑夫妻两对于林清月 都很疼爱 食衣住行从来没有少过他 妈妈阿淑对他更是宠溺 几乎是要什么有什么 但林清月却指控 爸爸从小就会打骂他 甚至连他的朋友也遭殃 日积月累下 他对爸妈的不满越来越深 爸妈的一切 他要赶快拿到手 他还拟了计划 那时候有在讲说什么 A计划B计划 如果A计划没成功 就是用B计划 那当初他的想法是说 给父母亲 他们在茶里面加安眠药 让他们昏迷过去之后 然后把他塞到车子里面 然后把他推下山 因为他们那是半山药 然后制造假车或是 B计划的部分 他们就是林清月想到的B计划 他就觉得这东西太复杂了 太复杂的原因是说 他怎么样让爸爸妈妈 能够喝下那个 餐有安眠药的茶吗 所以说后来林清月说 那既然这样 我们就用抢刀杀克的方式 他来动刀 他来砍 我觉得我父母都是很爱他的 我不了解他 可是这种事情 没有人看得过 你们如果有看到他的 他的那个样子 没有人能叫他这种鼓声 林清月他身为为人侄女 竟然对于父母充满怨恨 并且联合外人 共同杀害自己的亲生父母 所以检察官求除死心 一九九九年五月一号 林清月试清案 板桥地方法院一审宣判 林清月在大批法检的押戒下 倒庭听判 却没想到他一看到媒体拍摄 他大声怒呛 向记者有没有人性 林清月的态度相当狂妄 他的脸上依旧看不出任何回忆 人神共分的逆轮案 一审法官判处林清月死刑 全案在2002年3月28号定页 林清月被判处了死刑 但是留下了很多的疑问 毕竟从外人的角度来看 尽管林清月他结交了坏朋友 但是他衣食无缺 他有什么理由 为了觊觎家产 要伙同朋友 在父母亲的身上 砍下109刀呢 而且就在自己家里头犯案 警方怎么可能不锁定他呢 而一旦他被逮了 哪有什么家产跟保险金 可以让他挥霍度日呢 在当年警大饭房系的几个老师 就在林清月死刑定演之后 他们到了看守所 去面会林清月 希望亲人听到 林清月怎么说 没想到在几次的面坊之后 却揭开了隐藏在屋檐下的 家暴杀机吗 林清月活动朋友杀害父母 遭判处死刑 当时他怒呛记者的新闻 让许多人都留下深刻印象 但让人不解的是 林清月说是 基于父母的家产 保险金还有电仪 才会一不作恶不休 他对父母的积怨很深 问题是 阿淑夫妻两 供给林清月的钱 从没少过 林清月有什么理由 要一百零九刀 他的家庭是健全的 而且是衣食无缺的 而且他下手杀人的过程 到结束到最后停诊 的那个过程 基本上 居然没有任何丝毫的悔意 感觉不到说 他今天杀的对象是他父母亲 就是说这种手法 是很难去让人理解 怎么一个亲生 小孩子会对父母亲 有做出那么大的反应 为什么杀自己的老妈的 毫无回忆是外界对林清月的印象 他每次出现在镜头前 都是嚣张呛瞎 当首警大的多位老师 为了深入了解 林清月的犯罪成衣 就在林清月死刑定验后没多久 他们前往了台北开手所 面回林清月 刚开始去 第一个他有点疑惑 你为什么在找我 我们跟他讲 你觉得说不是 我弟弟是我还不原谅他 可是他不会怎么样 我们想亲自来听你怎么讲 谢文彦说他与研究团队 从林清月定验后 到他执行前 前后共有五次的会谈 期间他们也访问了 林清月的姐姐 跟首饰的亲友 跟林清月每一个就学时期的老师 总共二十九个人 最重要的是 他们要亲耳听听 林清月本人 他究竟在想什么 做错事被处罚是应该的 那有什么感觉 做错事被处罚是应该的 林清月的父亲对他管教严格 是不少人都知道的事 毕竟唯一的儿子 总是望子成龙 他说我爸爸是好爸爸 他很内恋 很安静的 不会跟你啰嗦的 我爸爸有一点自恋 他觉得有点自恋 他自己觉得自己长得帅 他只喜欢胖 他说老师你看他 他会买红色的轿车 他觉得爸爸是负责任 他煮了好菜 负责任 内恋 爱面子 就是林清月对爸爸的形容 他说爸爸说中后三 煮了一手好菜 如果有机会 他总可以在一旁看着 偷偷学着 他说最幸福的 久久这么一次 他煮的真的不一样 他说很会喷掉 他说在旁边看 猪肉要好吃 是要怎么去炸到 一定的酥的度 之后你再放酱 都再弄下去才好吃 他也会学到 可能做饭有一点的内感 林清月的爸妈 平时总忙着外汇工作 从小林清月跟姐姐 都得自己打理三餐 因此爸爸阿淑的偶尔开火 全家人聚在一起吃饭 是最幸福的时光 他说老师 你有沒有到家里过 有 你看我们看电视 往那个方向 后面也不是有两个位置 那后面头那个 髒髒的那个 他说一个是我爸爸的 一个是我 我们靠着 我们会一起看电视 但我们不会讲话 平时爸妈在家的时间 就不多了 父子间的闲话家常 加上爸爸阿淑的内恋 又更少了 那在那 妈妈可能 在屋子上可以 买醋就尽量 弥补他们这个缺块吧 他吵得要买摩车 他没办法 他妈妈就拿钱 给他买摩车 没办法 你没执照 所以妈妈也帮他解决了 他在外面闯一眼小货 能拿钱来处理就处掉 所以一般人会觉得 小孩子不对 你要教你 怎么可以这样宠他 林清月从小就不爱读书 或许是因为爸妈都忙 没有时间实时盯着他的课业 反正不闯祸就好 林清月曾经说过 他的爸爸是个好爸爸 但这样的好爸爸 却在交际应酬回家后 都不一样了 但喝了酒 就变另外一个人 他都在外面喝 喝酒回来 他看我哪一队不对 他就一巴掌就过来了 他说你不要看到 矮矮胖胖 然后叫他打相 他只要一拳打过来 你这个人应该就飞出去了 根据林清月的说法 父亲对他的第一次动手 是在他四五岁的时候 只要爸爸喝酒 倒霉遭殃的 就是他跟妈妈 她说喝酒 她开始要擦眼观色 如果醉了还能走进来 我就要搓得打 因为她准备被打 但是如果醉了 她知道 你到开车看到那个地方 好不容易就回来了 你咬叭 喇叭声 整个趴在风向盘上面 就压到喇叭声 我跟我妈妈就要去把她抬进来 她说问题是我安全的 有一次我说 我会问她说 那你爸爸喝酒 一个礼拜大概会喝几天 她说老师你应该问我 一个礼拜有哪几天不喝 爸爸货车的喇叭声 就是母子俩 可以安然度过一晚的平安中 林清月说她从小被打习惯了 妈妈也保护不了她 所以她告诉自己不能哭 曾经她在国中 食出了一场大车祸 差点连命都没了 她拉起了衣服 让谢文彦看看她肚子上的疤痕 她说这一次的车祸 我连眼泪都没掉过一滴 她说哭有什么用 谁理你 我小时候哭 妈妈会哄你 妈妈学乖的 因为被爸爸打 早期她说有那个妈妈 因为妈妈的姐姐被打 我也没办法保护她 可是她觉得我那么小 你应该可以保护我 可是没有 她会怨 所以她说 哭的时候有人安慰你 你哭才有意义 你哭没有人理你还哭什么 她说我告诉我自己 我以后再也不哭 她跟我讲我做到了 亲友说父亲阿淑 对林清苑真的有很深的期待 因此管教确实严格了一点 他们也曾经劝过阿淑 孩子都已经长大了 可以好好讲 别再打骂了 有一年大年夜 他们两家一起吃饭 好朋友 她说儿子的小孩子到那么大了 都已经十七 八岁了 都这样打不对吧 在众人面前 喝了酒就 然后就提到 林彦他就很失望的商业 交过来就是打 林清苑很气 被打了之后 就后来就把我逃 他就过去想说会去安慰他 他说天啊 全是整个手都流血 他姐姐也讲过 他阿姨也讲过 说林清苑被他爸爸打 就是这一只打枪地 打到都流血 他赶快去帮他报答 他不敢让他爸爸知道 因为他说如果让他爸爸知道 他一定会被打 他说小孩子到那么大了 就这样打不是办法 他知道如果这样下去 这个家庭会出事 为什么要杀爸爸妈妈 加入台湾启示录的会员 每周独享频道的特别戏话 和我一块翻阅 记者秘密档案 户判斩